這次算是歷史上最平和的一次 我敢這麼說 因為在漲的時候 大家好像沒有太多反對的聲音 第一個台灣自產的能源2% 但工業電價大概全球第四低 這張圖 這個其實張安平董事長 經常會拿來舉例 就是說在台電這次漲價之前 你看到一個住宅 我們一般的民生用電 台灣大概這個地方排第五名 大概兩塊六毛八 然後如果拿到歐洲來比 華國大概六點四七 丹麥大概十五塊四 這當中西班牙是十塊三毛九 而日本七點八三 如果大家拿來比工業用的電價 台灣大概第三地就兩塊七毛六 那義大利最高大概九塊三毛七 這個英國六塊八 所以你每次在漲電價的時候 其實你拿來用國際電價跟台灣來比 你會覺得給台電漲一點又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台電要漲電價區 我說你把這張表拿出來 大概大家都比較能夠接受 所以這一次工業用電漲得比較多 其實也是跟這個有關 那我想大家從這個整個電價 配置跟電價比重 這個以現在台電的合理化電價 我想怎麼樣是能夠讓台電能夠有更強大競爭力 然後呢能夠為台灣未來的在再生能源的這個發展的路上 台電會扮演更好的角色 我想台電的狀況是這樣 因為台電是國有公司 而且是台灣是單一電網 所以說其實我們的電力這個行業 市場化的程度還沒有像其他國家那麼強 那他就扮演了一個穩定的角色 那當然 其實台灣的通膨有很多都是跟蘇生有關 就是能源加上黃曉鈺 這些糧食大眾物資 是帶動我們物價往上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在疫情之後遇到那個烏克蘭戰爭 一方面是供應鏈的問題 一方面是能源的問題 全世界其實都通膨 那其實這個通膨的影響不只這一段 我想說其實通膨我們看起來就是包含能源危機等等 能源價格上來以後 他會到一個階段 那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布蘭特原油大概就是80到90之間 看起來全世界的預期都覺得說 因為其他物價都漲 能源要再回到以前也不容易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台電一定要調節我們的電價 那調節電價的做法 其實我這樣說 其實我們討論了非常多次 那因為漲電價絕對 大家都不開心 不會不容易不容易開心 那我覺得說漲電價最多大家講說有利 但是跟你說打破話 這不太可能完全不合理 那我覺得只有一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到底有沒有用心去設計這個電價方案 對 就我們到底設想了什麼東西 考慮什麼問題 那當然三件事 民生 跟物價跟產業 跟物價跟產業 就這三個是 那我直接看結果 就是我們現在大概社會上一直在一直在講說 那個 那蔡總統任內調了三次電價 連續就是2022、23、24 這三年連續調了三次電價 那這三次電價漲了30% 其實漲了30% 我們最關鍵的民生 跟和物價有關的小電價 對 其實 就是住宅值漲7% 對 7.1% 平均來講 那小商店這三年加起來 尤其是第一年 2022年 它沒有漲完全動漲 所以它是後兩年加起來 它平均漲了12% 好那漲在哪裡 主要是漲比較多的其實是產業 好 那產業漲價的狀況是這樣 我們的國內產業 除了扣掉那些像食品業等等 我們之前 在2022年漲價的時候 都把這些食品業這些會影響物價的 全部都扣掉 那當時經營狀況不好的 像電影院啊 健身房這些也都沒有漲 平均低壓的部分漲22到24% 好就是比較小型小規模的產業 漲24%也不到30% 對 漲最多其實是高壓啦 對 其實就是我們大型的出口產業 對 那也就是那個股價很高的那幾家 那我這樣子說 我們看到的狀況是 我們基本上 縱使是我們的高壓產業漲了46% 跟韓國比 韓國的電力電力系統跟台灣最像 它也是單一國有的國有公司在供應 他們已經漲了超過八成 所以我們大概是他們的一半到六成左右 所以整個電價的狀況是這樣子 一方面就是台灣的財政狀況還不錯 所以這幾年來政府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補助跟增資 那不過合理的來看就是 其實能源價格是往上走的 因為全世界的價格物價全部都往上走 有一波的通膨 所以電力的明目價格會調整 可是我們來看 這個是電價佔家庭消費支出的佔比 我們跟那個1997年比喔 你去看那個淺藍色那條線 淺藍色那條線就是在最最右手邊這一邊 1.16%這一個東西 我們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 就是電力佔家庭消費的比例是1.34% 經過了二十幾年 現在是1.16% 所以事實上它是佔比是下降的 是下降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個佔比在全世界來看 尤其是前一波漲了那麼多的電價 全世界漲那麼多的電價 全世界其他國家就是電費佔他們 消費支出佔比都是上升的 可是台灣其實是持平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一直都沒有超過1.5% 尤其是最近這幾年還有一點點下降 那我想說這一個部分也說明了 我們電價其實要整個調整會有一定程度 會有它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那我們希望就接下來就是電價已經調整 接下來我們預算的部分 那行政院應該會有一些 就有些方案已經確定就是要補貼台電一千億 那我其實之前在接受媒體訪問也有公開說過 就是接下來在國會對於我們的這些補貼方案 跟電價方案如果有需要討論 那個時候我們也會再一次詳細的跟國人 還有跟國會做更完整的說明 好謝謝我們曾董事長 我想台電在這幾年是勞苦功高 哀罵經常有份 但是我相信台電做很多事 這個是我們要給台電多一點掌聲 那台灣在新人員的發展這光電 我到了這個台西的這個海邊 我一看這是大概大星土木 而且大概整個都是太陽光電板 這個太陽光電板很多地方其實都在快速的建置 這個是電網 我相信現在大家對電網的這種概念或認知 都大幅提升 在這幾年 我相信 我相信 谢谢大家